因此呢就是真正要把美国近几年来许许多多那种所谓不乱反正需要做的事情 那极高税率是当中的必须要做的一件 还有政府需要钱他总要有个地方去取钱啊 对不对他不能印钱嘛 他如果不像这个收入 其实美国政府现在印了很多钱 印了很多钱呢 他不能全印了他还是要收回来收一些钱回来 怎么收向谁收对不对 他25万收入以下的家庭去收 不好收啊 因为这部分家庭已经受到这个经济这个危机的冲击 对不对日子很难呢 所以他就有像25万以上收入的这个家庭去收提高这个税率 你说他接负寄贫也好 你说他是这个他总要去做这个事情 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就是现在 比如说一些共和党派或者保守派的美国人就批评这个奥巴马政府 说他是要走这个欧洲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尤其是在健保方面教育方面等等 那么政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就是说他的社会领域很多的社会经济领域都是起一个非常主导的作用 那么这些人就认为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 对这个自由经济或者自由社会是一个威胁 对个人自由也会有妨碍 您怎么看这种看法 如果是在我们这个如果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都正常的情形下 政府大概不应该大面积的去干预也不应该这个深层次的这个去干预 但是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在出现要出现萧条的时候政府一定要采取措施啊 他像这个所谓批评欧巴马在这个这个干预教育啊 干预比如说健保 健保 还有这个社会保障这些对不对 所谓的干预也无非是他的正性经济计划里边 这个也就是7870亿这个美元的这个计划中间 花了很多钱在这两项上对不对 当然了这个最后他这个钱花下去以后能不能起得预期的效果 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我觉得这样做并没有错啊 嗯 明星你怎么看政府作用的扩大 政府作用的扩大在某些方面是必要的 就是特别是健保 那美国的那个健保是是美国的国子 花了那么多钱 在发展中国家好像是倒数地几 对 他就是说花那么多钱是花最多的得到效果是最差的 而且是四千多万人是没有医保的 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这方面美国必须向欧洲看起 全民健保 但是呢就是欧洲的所谓社会主义 欧洲的资本主义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的就是劳工市场特别僵硬 他雇主不能裁员 所以他经济增长的效率呢并不是那么很高 如果说在今后美国真正向那个欧洲靠近 高福利 高税收的这种 那今后会他会造成就是经济僵化成的一个局面 但就是目前的话呢我说还并没有那么大的风险 因为美国跟欧洲之间那个距离实在是太大 稍微向欧洲靠拢一点 那么只要到那里呢建好就收 他不会就是掉入所谓欧式社会主义的陷阱 说到这个欧式社会主义的陷阱啊 我突然想到就是最就是这两天吧 这个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他们就在进入破产程序 那关于这个汽车工业 美国曾经是美国的荣耀和财富的象征 那么今天走到这一步 日落西山危在旦夕 那么有人就说呢 就是这个跟美国汽车工业工会的这个高福利 和高工资的要求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想请张国华先生 你认为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也跟奥巴马的政策 其实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明显 这个原因是非常的明显 的确是 这个美国的汽车工业 没有跟没有办法跟其他国家这个竞争了 你看这个日本人把车厂设在美国 他可以赚钱 韩国人把车厂设在美国 他也可以赚钱 为什么呢 他不用背这么多的这个劳工福利方面的包袱 美国不一样 你像这个美国的车厂 你工人进去以后 退休以后你拿的这个薪水 不低于你在在职期间的薪水 所以他变成这个单个的这个劳动成本 就非常的高啊 有有计算嘛 对不对 美国车厂的一个这个工人 他一个小时你要付给他的薪水 包括他的福利全部加在一起 大概又达到78美元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那个车厂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怎么去竞争 而日本的车厂大概在30多块钱 韩国才20多块钱 所以没办法竞争 李清华有不同的意见 我不同意 因为当然工会福利是一点 但是你真正看那个劳工那个成本 它并不是最主要的 美国汽车工业 现在垮台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们的那个经营成 就是汽车工业 管理成 它方向上错误 你现在 他现在卖不 他出的产品 卖不出去 这并跟工人无所谓 就是他设计的都是 耗油量很大的大车 一当油价那个上去 这跟美国政府也有关 因为美国的汽车行业 它是建立在一个低价能源的基础上的 能源一旦上去 它就不行 你看其他国家 它为什么就是 它的汽车比较受人欢喜 它的人 日本的油价是美国的一倍还多 欧洲的油价是美国的两倍 只有在这种高油价的情况下 才能够产出就是效率比较高 价格比较合理 大众愿意买的车 所以并不能仅仅怪工会 我说正是要担责任 那个就是管理成更应该担责任 美金的说法 我觉得前些年大概是对的 就美国人啊 这个要做大车 要因为这个油价低嘛 对不对 油便宜嘛 所以车要舒适 要大 其实这些年 这几年已经在变化之中了 美国车厂也出了一些小车 即使它出的小车 它也没办法跟这个日本的车去竞争啊 也没办法跟 甚至跟韩国的车去竞争 你看这个 现在这个美国车厂在推油链混合车 油链混合车推出来 它的这个这个售价 大概是到三万四万之间 而这个日本的 卖的最好的那个Prius 对不对 现在大概在两万到两万五之间 没办法竞争 劳动成本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经营策略错误 我随时可以变 我去年这个车出的不好 我今年把它赶快廉价卖掉 我今年改一改 也许我就可以把这个市场多回来 如果劳动成本 这个问题你不解决的话 永远都不回来 你永远地比人家差 对不对 人家这一杯水 只要花一块钱 你要花三块钱去买 不可能啊 你这个持续不下去嘛 刚才我们 我最后 因为还有十分钟时间 我想讨论一下对外政策 不过在讨论对外政策之前 还是想讲一个 就是共和党民主党 这个大社会 大政府小政府之争 因为奥巴马现在上任以后呢 确实因为经济困难的原因 还有确实也因为他的政策 那么美国政府的预算的赤字很大 还有一个就是 关于共和党民主党两党 就是在政府 在社会政治经济中 这个主导作用 到底要起多大 那么一般就是认为 大政府共和党就把他跟这个官僚 官僚制度和低效率联系起来 秉斐你怎么看 对双方这个 真正的所谓那个大政府 它的确会造成低效率 官僚甚至是影响自由 但是共和党讲的那个是小小政府 如果根据奥巴马的设想 那美国并不是 并不会到大政府 大政府 它可能到中型政府 因为美国许多地方 政府是缺位的 特别是最最基本的 就是一些领域里面 环保 不是环保 就是医疗保险和教育 那政府起的作用太小了 你没法说 就是在这方面 拨乱反正 就是会引起美国 就是回到 不是回到 就是出现社会主义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个大政府 小政府不能笼统地去讲 大政府你要看 它大在什么地方 有一地方 它大了以后 实际上是好事 为什么华尔街会出状况 为什么这个美国的金融业 会出现状况 就是因为从这个 里根总统 那个时候开始 就强调要小政府 小政府 所以你把这个 合理的监控人员 也都这个减少了 那政府他没有担负起 他应该这个 担负起的这个监督的职责 所以造成了 慢慢慢慢造成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华尔街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大政府大在 要加强金融监督 我觉得好事情 那么在其他的方面 当然这个 不该增加政府的地方 你把这个政府扩大了 当然就不好 目前我们又看到 欧巴马要在这个 不该增加政府职能的方面 去增加政府的职能 其实我们不必过分担心 因为美国它毕竟是民主国家 两年选择国会 四年选择总统 就是老百姓 就是美国的选民 他自己很清楚 他要多大的政府 他要多小的政府 以前他认为 现在他意识到 以前那个政府太小 所以要大一点 如果欧巴马走得太过分 那选民他会有反应 那么会就 使他继续走那个中间路线 好我们再来看看对外政策 那么说起来很有意思 我前两天才采访一个 美国的国会议员 那么他就对布什的 不是不是对这个奥巴马的 这个对外政策 有强烈的批评 他认为奥巴马 现在在对一些 所谓流氓国家的 这个这个态度上 就是过多的让步 比如说像伊朗 或者古巴做出一些姿态 他认为是无条件的 做出让步 张国华先生你怎么评论 我觉得这个 你的议员一定是 共和党的这个议员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奥巴马 在国际上做了一些事情 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最后这个效果如何 还需要时间 我们才能真正的看得出来 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 他还是取到了很大的 很好的效果 因为这个布什总统 2000年上任的时候 他一直在强调 对内他要这个要背签 在国际上 他也表达了这样 类似的这样一个态度 可是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这个 这个 他去攻打这个阿富汗 倒还比较好说 对不对 我们知道阿富汗这个 本拉登 本拉登在阿富汗